所以基本上的架构应该了解意思了解这个这个架构了吧 那往后反正你们的 App 或是你们原来的网站基本上架构也类似像这样 因为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一个首页 然后会连到什么什么东西去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做超连结 那超连结怎么做上去呢 基本上一样 因为底下是这个是 Page1对不对 所以你就选举他 干脆这个也把它做项目符号 这地方的话我们把它做一个项目符号 上面也是项目符号 然后这个就连结到哪里的底下 那连结特别注意就选最新消息对不对 然后底下一样吗 紧 多少呢紧然后在 Page Page1 OK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先复制起来 因为后面的话 2跟3你就直接 因为你 选完因为这又变超连结蓝色的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Page2 然后这边做Page3 3 直接就选他之后没有 再到底下连结地方 然后 贴上 3 所以将来就是可以连到123 然后把它做一个 Safe Safe的话呢 有时候点这边档案在储存麻烦了 所以我 常常用什么 快速键 Ctrl S就好了 比较快 Ctrl加S 好 这个时候他问你说要不要复制 JQuery Mobile相关的档案 这边要选择确定就好了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JQuery Mobile复制到我们的网站里面 所以你这个地方重整一下上面一个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这个目录里面就会把 JQuery Mobile相关的 其实就是他里面的韩式库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上面这些效果 跟这些页面的效果 实际上就是透过这些帮你去做的 OK 所以如果将来你这个网 这个网站里面忘了把这个目录抠过来的话 你的JQuery Mobile的效果都出不来了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一样 你可以再怎么 再去浏览器 去看一下 或者是说 其实有时候可以偷懒 你不见得看效果 有些地方你需要 跳这一个 或者是旁边这边一个叫即时的 也可以做做看 不过有些有些效果在即时会出不来 你还是非得要在浏览器中看 比如像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即时按下去 他一样会跳出来 然后最新消息 会出来 然后上一页 新书登场 一样会有上一页 这样就OK 所以基本上超连结 这个应该比较没问题 那再来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 这个界面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界面你会发现 这个小小 这个小小的用手指头让人家点真的是 不太人道 真的你看这一只手 这么大一个 中指要点